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生命纪的第五章 我们会从第四章的44节 一直看到五章的33节 这一段圣经主要在讲 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复述 神与百姓在40年前 与何列山立约的情况 我们先分一下段落 第一段是从第四章的44节 看到五章的第五节 这一段是在讲 在西乃山立约的情形 第二段是第五章的6到21节 对十节颁布的回顾 第三段是22节到33节 神在火焰中对百姓说话 使百姓惧怕 我们今天选用的要节 是第二节第三节 圣经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列山与我们立约 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 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昨天我们提过 一般来说 旧者生命纪的分段 都是从第四章的44节 一直连到28章的68节 这一大段就作为摩西第二次的长篇讲论 在本章 也就是生命纪第五章中 主要记载了摩西向旷野新生的一代百姓 回顾从前 也就是40年前 从神那里向百姓颁布十节的过程 当我们读本章的时候 大家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就会更加的清晰明了 因为可以把两章 他们的相同和差异看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段落 从第四章的44节 看到五章的五节 这一段是交代了摩西 接下去要做第二次长篇讲论时候的 以色列人安营的地点 还有摩西所提到的 当日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 西乃山的状况 昨天我们提过 他们安营的地点是在河东的伯比尔 这是河东摩亚平原的一个地方 以色列百姓在当时要做的 就是要准备进入到迦南 在第二次长篇讲论的内容中 摩西回顾 勉励告诫的内容居多 而真正像第四章的44节 所提到的对律法的陈明 实际上要等到12章以后 才会进入到具体的条例细节 摩西按神的吩咐 做这些事 是有着美好的目的的 也就是在百姓进入到美帝以前 能够确保 今日以色列百姓所信的 于40年前 以色列百姓从神那里领受的一致 这样才能保证 以色列选民 他们的信仰 一直在神面前 是专一和纯洁的 他们就可以在对的 生命光景和蒙福的法则中 一直释放永生的活神 我们能注意到 此时年老的摩西 当他把以色列众人 召聚来听他讲论的时候 摩西的态度是神圣又和善的 这是一位讲生命和敬迁传承的长者 他将生命之道 和蔼的向下一代来宣讲 其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 可以听 可以学习 可以谨守 可以遵行 神所小欲的律力和典章 使他们成为蒙福的百姓 在这一段里 我们特别要留意这几个动词 听 学习 谨守 和遵行 这其实是在讲 无论是过去和今天 神的儿女和神的话语 律力 道 诫命 之间的重要关系 从以色列人到今天的神的儿女 都要听 都要学习 都要谨守 更要遵行 这是囊括了我们与神的道之间的四个步骤 和四成关系 听乃是最基本的 但听的要经过学习 才会系统化 而且要谨守 谨守就意味着 神的法则 有的时候 是我们要付代价 是难的 是不容易的 而遵行 乃是勇敢的 将神的道 神的原则 表现在 对神话语 真理的服从上 最终 会在行为中 全然表现出来 是义无反顾的 将行为 与神的法则相结合 所以 对我们今天听主话的人来讲 听容易 但听 容易漏掉 也容易 放下不做 学也容易 但学 容易在理性中 打折扣和绕弯子 起疑心 要谨守 就更加难了 要遵行 对某些人 就更加不可能了 但我们今天 一定要立志 听神的道 并且学习 还要谨守 并要遵行道理 摩西 摩西在这里 特别提醒百姓 神40年前 与上一代的百姓 在西乃山 立约的事实 告诉他们 三件重要的事情 一 以色列百姓 并不是一个自由散漫 毫无拘束的民族 他们有着一个特别的定位和身份 就是 与神 已经立了约的民族 二 这位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 乃是又圣洁又威严的 是在火中与百姓讲话的 而也就是这位神 将神的百姓 从埃及 维奴之家领出来 三 以色列百姓 一旦与神立约 这约 并不是仅仅 建立在上一代 以色列百姓和神之间的 这也是今日 以色列百姓 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三节就说 这约并非因为旧的一代不在了 而失效 这约在新的一代以色列百姓 与神之间仍然有效 而且会一直有效下去 神会一直纪念 他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 这约并非只关乎神的荣耀 更是为了百姓 从神那里而来的福分 作为以色列会众 谁会愿意 这带来永恒福分的约 会因着立约那代人不在了 而失效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的第二大段 也就是从第六节看到第二十一节 摩西向以色列人回顾十节颁布的经过 摩西在回顾并复述十节的颁布时 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一样 都先将十节内容前的重要的引言部分说出来 这引言的内容是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这句话看起来简单 但它背后却有着极大的深意和重要性 这一句话可以说世世代代都起到一个作用 那就是重新的塑造以色列人的历史记忆 以色列人在后世代必须要知道 一个自由的国民才会遵行神天国的宪章 而自由的基础和保证乃是神伟大全能的救赎 所以在神的诫命 律例典章颁布之前 百姓从神那里曾经得到应许 那应许乃是给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几位列祖的 但是 只有在生活在埃及的以色列民 得到了神伟大的救赎 这百姓才会成为正式的国民 成为祭司的国度 蒙拣选代替地上的邦国 侍奉造物的神 神的国民要从十戒开始 了解神伟大的主权和属性 十条诫命并非法典 但却是神宪章的浓缩 是律法的基石 它是律法总的总结和原则 而不是细节 所以古代的以色列人 称十戒为十句话 但这并不是普通的十句话 乃是神自己说的话 并由他亲自写于两块石板上的 以色列人从生命中 感谢神的大能拯救 使他们脱离法老的手 因而 他们就在西乃山 自愿的接受 这十条来自神的诫命 当我们看到这十条诫命的时候 让我们将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 二到十七节 和生命纪第五章 六到二十一节的内容 比较一下 比较的结果 是基本上一致 有人说 出埃及记当中的十节 是摩西把神的吩咐 忠实的照说出来 记录下来 而生命纪当中 所提到的十节 乃是在重要的 乃是在重要的诫命后面 做了注解 加以解释 我们来比较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诫命的前沿 也就是出埃及记的 第二十章第二节 来比较生命纪的 五章六节 他们是一致的 接着第一条诫命 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 第三节 来比较生命纪的 五章七节 一致 第二条诫命 是出埃及记的 第二十章四到六节 可以比较 生命纪的五章 八到十节 一致 第三条诫命 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 第七节 来比较生命纪的 五章十一节 一致 当讲到第四条诫命 也就是生命纪 二十章八到十一节 来比较生命纪 五章十三到十五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两者之间的差异和不同 在出埃及记当中 是强调因神的创造 而有了第七日的安息 大家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的第十一节 圣经上说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 地 海 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 便安息 所以神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而在生命纪的第五章十五节 则在劝诫百姓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 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 耶和华你的神 吩咐你守安息日 除了这条诫命的不同 另外第五条 也可以引发我们注意 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十二节 提到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而生命纪五章十六节 却说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 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接着 第六条诫命 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十三节 大家可以参考 生命纪 第五章十七节 一致 第七条诫命 出埃及记 二十章十四节 参考生命纪 五章十八节 一致 第八条诫命 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十五节 可以参考生命纪 五章十九节 一致 第九条诫命 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十六节 参考生命纪 五章二十节 一致 等到第十条的诫命 又开始出现 细微的差异 出埃及记 二十章十七节 提到 不可贪恋 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 人的妻子 奴婢 牛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生命纪 五章二十一节 圣经这么说 不可贪恋 人的妻子 也不可贪图 人的房屋 田地 奴婢 牛驴 并他一切 所有的 在这里 明显的可以看出 第四条 关于守 安息日的 诫命 其重点 不单单是放在 纪念神的创造上 而且还放在了 出埃及的 伟大拯救作为上 神在其中 让百姓所了解的 意义在于 若没有神的救赎 就没有以色列百姓 可以在旷野 和迦南美地 守安息的权利 所以在这里 纪念 两个字 这一个词汇 显得尤为关键 想象一下 若是以色列人 在法老的暴政底下 没有安息 可以享受 他们必定是每一天 都面朝黄土 弯腰食草 劳苦叹息 不得安息 而纪念神的拯救 只是让他们 得自由以后 他们可以 在神的面前聚会 有美好的生活 他们可以抬头 向神仰望 享受 从神尔来的尊荣 和福气 而我们在比较 第五条诫命 就是孝敬父母的内容时 可以看到圣经 注重强调 使你得福 这一事实 因为 这是生命纪 一直所强调的 孝敬父母的孝敬 在圣经原文的意义上 乃是指 做儿女的 给予 生养他们的父母 以合宜的关心 和尊敬 尤其是使 他们在人前人后 得着尊荣 重视他们配得的权威 在犹太人的 后来的文化中 父母所受到的敬重 关心 照顾的地位 仅次于神 在新约圣经中 当保罗讲到孝敬父母 就提到 孝敬父母 乃是圣经当中 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那这个应许的诫命 所带来的福分 就是长寿 大家可以参考 以佛所书六章一到三节 当圣经当中 提到孝敬父母的人 会长寿的时候 它是指 人的日子 在神所赐的地上 得以长久 其实这里所指的 并不是在单方面强调 个人性的行为 而是对全国的子民 要遵守神的诫命的要求 因此这个 对诫命的遵守 是全国性的 而不单单是个人性的 其意义在于 百姓得以住在 加南美地 所住的时间的长短 是基于 对神的诫命 典章和律律的态度 和遵守的情况 大家可以参考 生命纪四章二十六节 三十三节 四十节 三十二章 四十六到四十七节 以色列百姓若敬畏神 也就是遵守了第一条 到第四条的诫命 而且能在社会生活中 守神所喜悦的 伦理性的诫命 也就是第五条到第十条的诫命 那他们就可以 在所得的地上 生活的长久 也就是指着 长寿的福分 否则 如果他们全国性的 不敬畏神 也不守 神所要求的 伦理性的诫命 神就会允许 仇敌将他们掳掠 他们就可能被杀戮 被抛于列国之间 那么自然 生命就得不到 根本的保障了 那健康也不会得到 长寿就更加不用想了 以西节书 二十二章七节 十五节 大家还可以参考的是 生命纪的二十八章 十五到六十八节 我们再留意一下 最后一条诫命 出埃及纪和生命纪 在说法上的些微不同 在出埃及纪 第二十章十七节里 他先提的是 人的房屋 后提人的妻子 而生命纪五章二十一节 是先提人的妻子 其次才提人的房屋 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 出埃及纪所侧重的 是房屋为主业 的重要性 而生命纪 则注重妻子 妻子的重要性 高过房屋 和其他所拥有的物品 包括人口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大段 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摩西向以色列会众 回忆了 神在西乃山 说话的时候 所显出的圣洁和威严 百姓看见 有火焰在骚山 并且听见 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 结果各支派的长老 领袖们便出来 央求摩西 提到说 他们不打算冒死 他们也受不了 再听神的声音 那不如摩西自己 到神的跟前 听到神的一切话 将这些话传于百姓 这些领袖们 在摩西面前承诺 我们就听从遵行 当这些领袖们 向摩西说话的时候 这样的话 神都听见了 并且也得到了神的许可 神就让首领们 百姓们 回到帐篷 留下摩西 站在神的面前 神将一切的诫命 律例典章 都传给摩西 神让摩西教训 以色列百姓 使他们在神 所赐他们为业的地上 欲遵行 在这里 百姓们在神的面前 真实流露出了 他们向神 道而可畏的 威严的惧怕 神能理解这一切 也正因为如此 神特别设立 摩西 立在神和人之间 为中宝 第五节 提到说 那时 我站在耶和华 和你们中间 要将耶和华的话 传给你们 因为你们惧怕那火 没有上山 摩西之所以 能站立在神和人之间 乃是因为 他是神 所特别拣选的器皿 同时也是因为 他和神之间 有着特殊的 亲密的关系 在圣经上说 他乃是与神 面对面认识的 生命纪 第34章 他也是与神 面对面讲话 如同朋友一般的 神其实 也愿意 与以色列百姓的官长 同样讲话 但因为与神 关系的不同 以色列的官长们 承受不了 因此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神人摩西和神之间的 十分令人羡慕的神人关系 摩西和神有着美好的关系 我们也应当如此追求 要与神有如此美好的关系 其实在这里 摩西乃是预表着神的儿子 为我们中宝的重要地位 约翰福音 一章十八节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神的儿子是我们的中宝 又是我们伟大的代求者 他不单单将父神慈爱的属性 都表明了出来 还不间断地 每一日 每时每刻 都在为我们 在父神面前代求 另外 圣经也特别指出 摩西所领受律法的 百姓也来到了的西乃山 显示了神 在旧约时代的圣洁和威严 即大而可畏 但同时 西乃山所代表的律法 有着他的局限性 与我们今天 在新约当中 所来到的西安山 有所不同 大家可以看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 生命纪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西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 以色列百姓当时在神的面前 因为惧怕而敬畏神 也声称愿意遵行神 借着摩西所传给他们的话 这本是好的 生命纪五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 以色列百姓若真是这样 一直遵守下去 就必然会长久的得福 但是旧约的律法的总结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诫命 毕竟是刻在石板上的 它就不如先知们所指出来的 刻在人心板上的神的诫命和律法 那样有效 所以让我们学习敬畏神 知道神如今是借着他儿子 来成就西约 这西约乃是更美的恩典之约 而他自己就是这更美之约的中宝 西伯来书八章六节 在今天 只有这位伟大的中宝 与神赐给我们的施恩的圣灵的帮助 才使我们真能 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 谨守遵行 不偏左右 一直行走在他赐福喜悦的道路上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不留下思考的题目了 愿神每一天都伴随我们的读经 让我们也能领受消化这些古老的经文 知道即使在今天 那遵行主道的人 都是有福的人 而且他表明了 与主之间亲密的关系 如同主耶稣说 那爱我的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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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